《健康那些事》 《你我她的事》 《你我她的事》 两位来得那么早 其实刚刚我还在想跟你们说 我们的拍摄时间会延迟一点点 不用那么早到 为什么 对啊 没有 因为我们的Net教练是搭地铁来的 我们希望能够延迟我们的拍摄时间 让他避开繁忙时段的学生 还有工作人士的人潮 对 现在学生已经全部去上课了 再加上零售也已经开始恢复营业 人潮真的是会比较多了一点点 也不一定 可能没那么早 因为据我知道有些企业 在可行的情况下 还是让他们的员工在家办公的 我也知道那些必须回去职场的员工 他们也是有些安全措施必须遵守的 例如跟同事之间的位置就必须隔开 还有要分开上下班和用餐的时间 当然最好就是单独地用餐 老实说要遵守各项条例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尽量地配合 然后要互相体谅 在这里我们也呼吁 需要衬搭公共交通的上班族 学生朋友注意 在车上不要相互交流 不要使用手机 减少飞沫的传播 另外如果身体觉得不适 千万不要上班上学 赶快看医生 并且在家休息 好吧 两位 既然教练会迟到 咱们就去喝咖啡吧 好 抱持续 对 你先走 是的 哥哥 弟弟 来 走吧 一米距离 亮哥 请 他不是叫我叔叔的吗 运动这件事 生活少不了的事 大家好 我是内老师 今天我们也要教的是组合训练 所以今天要动很多的脑 运动开始前我们先做热身 先做好中心姿势 我们做踏步 来 一 二 三 好 我们再热身 所以热身的时候 请你把你的脚步放轻 记得穿可以运动的衣服 在家如果做运动的话 穿鞋子会比较好 因为如果你打赤脚 让你的脚直接踩在地上 其实会有点不舒服 好 记得要数出来 加油 好 做最后十个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来 把手放在你的肩膀 脚继续做踏步 来 做旋转 一 二 三 四 手脚搭配 六 很好 我们现在在做热身 今天会做很多关于大脑的运动 所以今天难度会比较难 但不用紧 老师会慢慢地教 好 来 往前转 一 二 三 四 今天要用毛巾跟纸盒 所以记得把你的道具拿出来 很好 来 我们做最后十个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现在请你把这个纸盒拿到你的 脚的前面这边来 好 记得椅子要挑坚固的椅子 双手请你扶住椅子先 好 来 注意看老师 用你的脚尖点一下盒子就好 回来 不要用力踩 用点的就好了 点的就好了 好 来 我们先习惯这个动作 来 准备了 一 二 三 好 你在点这个纸盒的时候 尽量不要让纸盒有移动或声音 轻轻地碰它一下 碰它一下 很好 加油 好 动作不一定要跟老师一样快 盒子的材质尽量挑那些 比较轻而且比较坚固的材质就可以了 不要挑太软的 可以吗 不然你在踩的时候它有时候会变形 这样就有点危险了 好 来 继续踩 来 用脚尖点而已 尽量让你的纸盒或盒子不要有移动的感觉 好 来 做最后四个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老师要把一点节奏加进来 所以注意看老师 两只脚算一下 当你踏步到第三次的时候 请你碰一下纸盒 老师先示范给你看 一 二 三 好 点一下纸盒 四 五 六 点一下 有没有 换脚了 每三的倍数 七 八 九 点一下 可以吗 好 用自己习惯的速度 跟那个时间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跟老师一样快 来 准备了 首先扶椅子 好 来 一 二 三 来 点一下 很好 四 五 六 点一下 七 八 九 老师说今天的运动 会用到很多的大脑 对不对 所以如果老师等一下在做的时候 你发现有点跟不上 那你就怎么样 用自己的速度没有关系 那一定要数出来 如果你不数出来的话 大脑就没有在动了 好 加油 很好 去抓这个感觉 等一下会把毛巾加进来 很好 来 我们做最后六个好不好 来 一 二 三 点一下 四 五 六 好 来 都习惯了之后 我们来把毛巾拿出来 今天的动作其实不容易 所以老师会把它拆开来教 让你更容易怎么样 学会 先不做脚 先做手就好 来 注意看 往上推直 放下来 好 来 开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先让你习惯这个感觉 很好 八 九 十 好 现在把脚加进来 一只脚一下 先看老师做 一 二 我们先做简单的版本 好不好 等一下才把这个节奏加进来 准备了 记得脚轻轻点 来 开始 一 二 很好 三 四 好 这时候你的椅子就要挑怎么样 坚固的了 如果你挑不坚固的时候 其实你在做运动的时候 就不能够专心 而且很放心做 所以你的器具安全是很重要的 好 记得数出来 来 很好 很好 慢慢做 不要急 用自己的速度 如果觉得累的话 自己喝水 休息一下没有关系 好 来 做最后十个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现在要做一个比较难的版本 这时候你可以调整一下这个 有时候要跑掉了 对不对 可以调整回来 没有关系 好 老师先示范给你们看 注意看 一 二 三 没听到三 倍速怎么样 碰 然后拉起来 四 五 六 碰 拉起来 好 好 你的速度用自己可以 做正确的速度就可以了 来 准备 不要急 正确最重要 来 开始 一 二 三 举起来 四 五 六 来 记得手举 脚要点 不要忘记脚 七 八 九 拿起来 十 十一 十二点 很好 十三 十四 十五 加油 十六 十七 十八 记得数出来 十九 二十 二一 拿起来 很好 二二 二三 二四 拉起来 二五 二六 二七 再拉起来 很好 二八 二九 三十 好 来 现在把这个 放在你的脖子上 把这个盒子稍微移进来一点点 放在两个脚的中间 好 手 请你扶椅子 好 现在注意看老师 会变成一 二 三 四 好 来 注意听 当你在踩这个盒子的时候 一样不要太用力 老师要你轻轻地碰住它就好 再看一次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记得数出来 好 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请你把手扶住椅子 好 当你在踩到盒子的时候 轻轻地 很好 当你轻轻地hold住的时候 你会用到你的脖子用力 这时候可以帮你增加稳定性 找到自己的节奏 很好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好 现在把毛巾加进来 看老师 老师先做一次给你们看 把手打开 好 先踩 一 二 三 四 好 你看 三 四的时候 手跟脚是怎么样 合并在一起的 好 再打开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脚轻轻地 四 一 二 三 四 做最后五个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最后一个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好 现在先把毛巾放到你的椅背后面 好 来 今天的动作其实蛮困难的 来 把手打开来做深呼吸 准备了 准备了 吸气 好 来 吐气 吸气 好 来 吐气 记得搭配你的手 来 准备 最后一次 吸气 好 来 吐气 你做得很棒 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 鼓励 今天的这个运动 看起来好像是肢体还要再配合脑固 是吗 所以会不会比较难一点 会的 尤其对老人家来说 因为今天是三合一 就脚力 手力跟脑力 所以他们的心会比较吃力一点 但是我觉得这样可以消耗比较多热量 是 不过我觉得今天的动作整体来说 它的设计还是非常科学的 所以关键 你要用心 也就对得起教练老师的良苦用心 是的 阿姨叔叔 你一定要脚掉了 你要做运动的时候 不要吐气 要慢慢来 乐活除了要做运动 保持身心健康之外 还有一些生活的小资讯 大家可以分享的 那到底待会儿我们会做些什么呢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节日起 不论外出到什么地方 公众都必须佩戴口罩 以避免病毒的传播 没有佩戴口罩将被罚款或控上法庭 在此希望国人积极配合 千万不要以身是法 两位 我们已经开始录影了 你们在忙什么 对不起 我在看网络 看到一则新闻 所以滑着滑着就忘了时间 一定很精彩 是真的 我在回答我粉丝的留言 其实这样听起来 两位真的是社交媒体的达人 不过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既然是这样的话 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要运用这个媒体 让大家能够活得更精彩 是 可以分享 其实你说到这个网络 我当初加入也是因为朋友的鼓励 我还记得我第一天就是在用Facebook的时候 就同样一张照片发了七八次 然后我也不懂为什么我一打开 怎么都是我的同一张照片 所以发了又删删了又发吗 没有 就是一直在发 你连发 然后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会 然后我的儿子就来跟我讲 妈妈 你不要乱乱点 那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来认真地 学用这个Facebook 是 那当然Facebook最主要的 一开始用的时候 一定要去先添加好友 因为要不然没有人在里面 他们也不晓得你发了东西 对 是 因为全部都是连接的 所以你加了一个 你就可以找到其他的朋友 是 怎么加朋友呢 其实就从名字的额对开始 是 比如说我要加你的话 我就必须要从 就是寻找朋友这里去找名字 是 那出来的名字可能很多个同样 许振荣很多个 那就找照片 可是要小心不要加到假的 对 因为可能是大哥的粉丝 对 有可能 因为很多时候人家会冒充 就好像可能向云姐 也有好多个人冒充向云姐 然后雅慧 可能一堆人也叫雅慧 对 所以这个朋友添加的时候 真的要很小心 不过的确我在Facebook里面 找到很多几十年前的朋友 好像那时候我刚参加的时候 我就找我中学同学 有在他的这个个人的记录里面 写这个学校的 都出现了 很有趣的 你是说中学的 对 那么写 比如说我说博胜中学 我就打一个博胜中学 那么有一些人是 因为他们在 hashtag 待会要教大家 hashtag 那边写博胜中学的时候 这些都跳出来 那你会看到一些人 名字一样 怎么脸变那么多 人家知道 你是说太多年没有见吗 真的 40年没见 真的大家都变了一样 就好像我找回我50年前的朋友 这样一样的 然后你就觉得没有打开玩笑 50年 你几岁 可能 所以那当然在里头 也有这所谓的乐趣 突然间你找到真的是 40年没见的朋友 对 很开心的 就是到了我这种年级的人 能够看到老朋友的一些讯息 是特别开心 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 也可以在里头进行一些互动 是 对 好像你看了那则新闻 或者是他写的一些东西 你觉得很有感受 可以去点赞一下 是 就可以分享 对 你讲分享对 对 对不对 如果确定是真的新闻才好分享 对 这个过程中 就是分享的过程中 我被儿子叫拿下来这个新闻很多次了 真的吗 对 以前我很喜欢分享的 我就觉得特别激动 看到一些 实在让我很感动的新闻 我就去分享了 然后我的儿子马上在这边分享 那边手提电话 简讯进来 拜托 妈妈拿下来吧 为什么 对 因为有些新闻的确 他们为了要渲染一些讯息 或者是要突出自己 那会放一些真的让人家 会哇一声的那种假新闻 所以当你在看这个信息的时候 你发现这则新闻不确定的话 真的不要乱乱去分享 对 然后你看到喜欢的帖文 你还可以赞 要不然就是比如说我帖一张照片 是拍大自然的照片 比如说海边 我就会 向云姐 可能你喜欢看海 对 对不对 然后我就会放 HashtagMature或者是 Seaside 你知道吗 就会更多人看到 有时候我要去查海边 我放个Hashtag海边 所有的海边照片也出来了 对 你就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 海边的照片都会出现 是 其实以这样的一个方式 跟大家互动 然后分享一些照片 真的也是一件挺快乐的事情 是 那当然除了那个Facebook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很多人现在在玩的 另外一个我们的社交媒体 当然就是Instagram Instagram我比较厉害 其实Instagram很好 你不只可以发这个视频 还可以同时发照片 有10张照片 是 10张那么多 因为有些人都不喜欢写太多文字 就喜欢看照片 所以在Instagram上面 你就会看到很多照片 所以文字方面 如果说你要单单发文字 在Instagram是办不到的 对 所以必须要有这个照片一起配合 说起这个文字 我以前就是很喜欢写东西 我记得我刚开始写Facebook之后 我每次长篇大论 我就把它搬来Instagram 中情问我 姐姐 你干吗要写作文 因为不同的平台可能是不同的用法 对 是 不过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这些社交平台 在某个程度已经变成 类似我们的生活日记 在里面你可以开始记载 你每天走过的那些路程 然后跟你一些朋友在一起 然后拍照 留念 所以你可以反回头去看一下 几年前的东西 真的 所以你看 一定要学习用这些 可以把自己的这心情记录 好好地记录下来 以后可以慢慢地回味 生活小常识 数码科技试一试 Safe Entry目前在许多公共场所 已经强制实行 请大家配合下载使用 要记得 进出时都需登入和登出 才可以准确记录大家逗留的时间 加速追踪的程序 无法使用Safe Entry的朋友 请随身携带你的身份证 以便让工作人员扫描登记 健康那些事 饮食这件事 其实我们的黄素芳小姐很会生 会吗 生了三个儿子 少一个女儿而已 没有老实说 这贵公子在这段疫情期间 适应得还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他们不用去学校 所以他们就非常开心 可是男生都很好动 对不对 所以我们很少出门 然后我们没有那个活动空间 他们觉得有点纳闷 还好 现在这个公共的场所 公园 还有体育设施都已经开放了 重新开放 所以他们现在乐得每天跑去那边做运动 是 其实有运动是一件好事 不过还是要提醒所有的朋友 运动的时候记得一定要保持距离 注意跟人卫生 最主要的就是运动一完 马上戴上口罩 是 好 来 Chef 今天 今天我们要煮的就是 大家都很熟悉的炒福建虾面 其实它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那个虾汤 对 有些人会说 我们在家里怎样煮这个虾汤 其实我们可以用鸡汤来取代 可是怎样把那个鸡汤提鲜呢 我们就可以加酱鱼仔进去里面 加大骨进去里面 给它比较浓郁的那个味道 然后拿来焖那个虾面的时候就很好吃 好 这时候让我们的Chef来选真功夫了 在外头多数用的那个油都是用猪油 在家里吃 可能要较健康 我们就用鸡汤油 好 所以我们炒虾面 第一个步骤就是要炒香那个面跟米粉 所以我们用的是黄面 我们用的是黄面 对 我只是在想说 如果我们不要用传统的黄面跟米粉的话 可不可以用意大利面 虾面的话 我其实就不建议用意大利面 因为意大利面焖煮出来的那个味道 跟我们这个福建虾面真的是不一样 好 所以现在炒好了这个面跟米粉 我们就先把它给拿上来 拿上来 对 你看我们这些粑 等一下焖的就是那个味道 这些有点烧焦的你要用啊 要 它不是超大的 很多人说这样子是不健康 不要用那些已经烧焦的面 因为它黑的话你就不要用了 它这个不是黑 它是那个焦的味道 就好像吃沙坡饭 是 对 一样的道理 好 把这个放起来 我们先放一点点油 最重要的就是那个鸡蛋 虾面你吃不出它的油腻的 因为那个鸡蛋需要多油才会不沾底 好 鸡蛋一定要放多吗 如果你喜欢多的鸡蛋的话 因为它的鸡蛋可以帮助那个虾面浓稠 对 它的汁 这个时候放蒜头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下我们的面 我觉得在家里要煮这个虾面真的太难了 不会 我总觉得要很小心 因为它很快 如果说慢手慢搅这种 很多东西都炒焦 那在家里就不用放这样大的火炒它 现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加那个鱼露 鱼露 鱼露一下 那个味道就出来了 然后我们就下虾汤 重点 这时候我们的这个现场 感觉上就好像我们在小贩中心 排队 叫了一包炒虾面在等 排队 排队等 一直闻到那个虾面的香味 好 我们放一点点清水 为什么不要直接加多一点汤头呢 因为我这个虾汤它的味道很浓郁 我不要它太浓 我还要有福建面的味道 所以我掺一点点水 好 下一点豆芽 看一下 好 盖起来给它焖一下 对 给它焖一下 在这个时候你就会看那个小贩 其实它就夹它的佐料 夹它的佐料 对 把它的猪肉 鲜蛋跟它的虾全部放在一起 所以这个猪肉 鲜蛋全部都是煮熟的 为什么它要煮熟呢 就是它控制那个火候 不能一直焖 可能它的虾过熟 鲜蛋过熟 好 开盖了 你看它焖的那个味道 现在它的汤汁浓稠 这个步骤加进这个虾跟料 我现在在等待的就是 待会一上盘之后你知道吗 马上挤酸干 放辣椒 吃 我觉得很神奇的是 那个面我们这样可以焖那么久 可是那个面的那个弹性还在 我一直以为焖久了它会变得很软 这个就是火候的关系 如果那个火候够大的话 你不需要焖这样太久 好 完成 开动了 好 怎么样 这个味道香味可以接受吗 我跟你讲 我吃东西真的很奇怪 我一定要闻到很香很香很香 那已经赢了一半了 那吃下去的时候就非常爽快 有 很好吃 我每次觉得很奇怪的东西是 干吗酱炒而已 炒出在小饭中心卖的这些味道 好干 你知道吗 对 老实讲 就是那个火候 我自己本身觉得还可能差一点 因为真的那个火候不可以骗人 是 你一定需要那个火候 可是那个上汤 那个焖的时间 剩的那些材料加起来 都尽量再配合了 都是好 健康那些是你我她的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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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